看看当年的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责任有担当 再看看今天 就拿领袖来说 当年的罗斯福总统身残之剑格局宏大 不仅带领美国人民走出大萧条 还赢得了二战的胜利成为蓝星老大 相比之下再看看如今这位 但或许我们也不该用过于个人化的历史决定论 毕竟美国总统都是民选的 选出什么样的货色 民众心里还没点B数吗 之所以实在变了 灯塔之光不再明亮 其生存原因跟国家发展的红利周期有关 美国在19世纪末完成了新大陆的开发 至20世纪初五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刺激下 成为了世界第一工厂 制造业多到产能过剩 所以欧洲一打仗 美国就卖武器嘛 但一旦外需不足 美国这边一失衡 就容易产生经济危机 所以美国向外扩张的欲望 压也压不住 二战一开打 飞机放鸽子 舰船下饺子 就开始了 你看看 30万架飞机 10万辆坦克 100多艘大小航母 这些都可以看出 美国在巅峰时期的工业制造能力 是多么的恐怖 而一旦战争结束 军工需求萎缩 如何安置这些过剩的产能 也颇费老金 一个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重蹈经济危机的覆辙 好在欧洲被战争打烂了 需要重建 一支马歇尔计划看似送钱 实则释放了产能 扩大了影响 汇集了盟友 发展了自身 何乐而不为 但重建的红利不可能永远存在 国家发展的另一个重大红利 就是科技创新了 第三次工业革命 美国再次摘得先机 但是为了不让对传统产能的安置 成为自己科技创新的绊脚石 美国实施了产业外迁 海外代工 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制造业空心化 如今 美国在科技创新上 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但已开始受到新兴大国的强烈挑战 让它再保持以往那种开放外向的态度 已经很难 但以始为鉴 美国探过的所有坑 我们都需要用更高格局的智慧 来分析思考 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宣泄好无 就比如说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它就不可能如我们直觉认为的一半 一直昂扬向上 而是呈S型曲线增长 有始有终 这也成为了当今男性发展放缓 矛盾加剧的最根本原因 关于这些内容更深入的思考 可以看我的新节目 2624货